今天又来给大家叨叨一下宝莲灯的一个养护了 我发现说过去的花总有人追着问 现在好多的花友在养护宝莲灯的时候 遇到各种的一个情况 有的花友说老花一五为什么这个干边了 胶尖了 为什么叶子晒糊了 为什么花脱落了 为什么根烂 等等等等 一系列一大串的问题 首先跟大家说宝莲灯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木纹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往上涨 一个叉变两个叉 两个叉变四个叉 它从叉也叫头啊 我们这边现在卖花的都叫头了 从头上然后生一个花出来 这种垂吊下来 挂着的像一个宝莲灯一样 像个小灯笼 所以说呢叫宝莲灯 原产地是菲律宾 叶子呢是那种阔叶类的 就叶子很大 由于它不开花的时候 光看叶子就很大气 就像咱们养的秦燕蓉一样 所以说呢 森树花我们的一个喜欢 这种大叶子的一个植物呢 它不喜欢强光的猛晒 它需要空气湿度稍微高一点 可能的话我在夏天的时候 就直接放到自己的南阳台 暴晒去了 几天啊就晒不行了 再有一个点呢 说它的浇水啊 好多话说老花一 这个宝莲灯怎么浇水 习惯性的有这个问题 不论天花有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筷子 找个这种一次性的筷子呢 给它拿出来 切到这个根 从中间这个位置 给它插进去 这样就很容易去判断 这个是不是干了 还有一个有的话问我 老花一 宝莲灯要不要换盆吃了 你不论是收到什么的话 你这样打开看一下根系 如果说根系这种长满了 就必须要换盆了 要不然时间长了 它就会浇苗了 所以说花有 你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换土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宝莲灯养护的 90%的都在用进口的泥碳 所以说老花一的 通用配方土 就完全OK的 用盆一定要排水 一定要排水 一定要排水 好吧 不要选那种高深莫测的花盆 如果说实在是 想用高深莫测的 就要垫桃力 垫底这些个了 增下自己的一个 排水透气性 宝莲灯呢 它害怕冷 很多的花友 在冬天的时候养货 出现黑的叶子 这种就冻坏了 尽量的维持在10度以上 10度以下就开始 慢慢的出现冻伤 还有一个点 就有的话我说 老花一 我们这个北方阿姨 有暖气 又干又燥 跟火炉一样 养着宝莲灯养不活 这那的 我说昨天有花友 我们坐一起喝茶聊天 也是这个事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这么一个事 咱北方人 咱都争过上哪 对不对 咱进去以后 是不是有个水器给它增着 他说还真是这么个事 我说你就可以用那个 用个托盘 你就可以用个托盘 里边再放个小托盘那种 用水给它增着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正常的 家里面再热的气候 也不要紧 你只要是这个盆子离开 地暖的一个表面 让这个水蒸汽上来 这样的话空气湿度够了 你养这个花 就没什么难度了 肥料的要求并不高 通用型的完全就OK了 只要稍微好一点的肥料 挣过一点的肥料 它用的就完全OK 没问题了 保联灯的养护分享给了大家 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养护 保联灯的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上留言 别的花费也可以 要不做就点个赞 我说的花一 养花最软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来